是慈禧太后掌權的時候 才開始移用了北洋水師的經費 來好好的還原了這個非常豪華的園區啦 那在當時因為希望慈禧太后可以在這邊 移養天年 所以才改名叫做 怡和園 今天要帶大家走進的就是皇家園林 怡和園 來好好的聊一聊有關於怡和園的歷史吧 其實怡和園呢 以前它並不叫這個名字 它是叫做 清乙園 是在清朝的時候 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開始興建的 你說為什麼後來它叫做怡和園呢 因為大家還記得嗎 它其實跟圓明園一樣有經過浩劫的 也就是在英法聯軍的時候被大火一把燒毀 所以後來到光緒年間也就是慈禧太后掌權的時候 才開始移用了北洋水師的經費 來好好的還原了這個非常豪華的園區啦 那在當時因為希望慈禧太后可以在這邊 移養天年 所以才改名叫做 怡和園 今天呢就帶著大家一起來走一走這個 藝術園林頂峰的代表座 同時呢它也在1998年的時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非常值得一遊 Let's go 首先走進怡和園呢就會看到這一條 充滿南方景致的蘇州街 蘇州街呢其實當初是乾隆皇帝給他母后見的 因為他們有六次下江南 那他的女后呢對於那邊的景色念念不忘 可是後來因為他老邁了所以沒有辦法自己去 所以後來乾隆皇帝就說沒事 媽媽 我給你造一條蘇州的樣子吧 所以事實上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 完全不是北方的景致 那怡和園既然身為一個皇家園林 所以在這裡面當然不會真的是 一般的市井小民在裡面囉 每到大型節日的時候 他們就會請太監跟宮女 Cosplay有關於這些賣東西的小販啦 甚至還會扮演小偷享受一下 什麼叫做平民的生活 其實呢順帶一提可以看一看他們的建築顏色 因為其實一般在北方的時候 他們都會使用白色為主嘛 這邊呢真的就是依照了他們南方 有黑色 紅色 然後甚至也混搭了一下北方的建築風格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它叫做蘇州街 可是並不完全是南方的景致 有完整的融合了一下北方的風情喔 那其實呢走過了蘇州街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牌坊 到底要怎麼樣來判斷這個園林是皇家園林 還是一般大官或是有錢人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們使用的顏色 這個呢牌坊上面使用的顏色是黃色的琉璃瓦 這個就是最高等級皇家才可以使用的 記得在牌坊上面 你可以看到藍色跟綠色 如果大家之後看到這些古代的建築 他們顏色其實是有分等級的 黃色 藍色 綠色 用這樣子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這個牌坊或是這個建築 究竟當時是修建給誰用的喔